72岁资深男星张魁凭借歌曲《小丑成名》,在演艺圈集聚地位,二儿子则是男星张风琪,怎料张魁爆出家丑,大儿子张绝尹爆出诈骗鲁人犯案,遭法院判刑,如今再报季生98一年,凄惨近况曝光。 张魁的儿子,歌手张风琪的哥哥张绝尹,因卷入讨债风波,遭检方认定济诱,被害人外出,让黑道掳人,逼债,虽他否认犯罪,但一审被法院依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,判处五月徒刑,得一颗罚金,二审减为三月刑,得一颗罚金9万元。 另外,张绝尹因伺机骗走受害者名牌包,侵占包内的25万现金等,一审被法院依诈期取材罪判处八月刑,2022年二审高院改判六个月,得一颗罚金定验。 根据镜周刊报道,张绝尹透过媒体喊冤遭到诬陷,甚至哽咽透露自己连累了父亲,而且,父子已鲜少碰面,让他失去尽孝道的机会,看似相当有悔意,却遭到受害者爆料,欠下一堆烂账,根本没学乖。 报道指出,张绝尹被前同事爆料,以借名买车等理由诈骗,声称只是暂时性的,之后会将车过户回自己名下,甚至用张回的儿子,一人张风奇,同父异母的哥哥等关系来保证,但他却无故陆续收到带买车辆的账单,罚单。 不过,张绝尹以车衣找到买主接手,过户需要时间等理由推脱,不愿意挥钱。 前同事崩溃说,钱迟迟不到账,反而收到更多催缴通知、罚单,导致他负债累累。 另外,张绝尹的另一名前同事A先生也爆料,张绝尹本身在酒吧工作,但跟妻子因没地方住,借住在巨姓酒吧股东兼好友的家,却不付租金、水电、瓦斯费都不愿缴, 后来寄生在酒吧中,寄居了一年。 张绝于1951年11月15日出生,是台湾的邪星,集贯山东省乐陵县,本名张一鸣,当年以歌曲《小丑》而成名。 少年时任侠浩义,就读中学时曾换过多达四间学校,最后就读专收不良少年的台湾立彰化晋德实验中学。 1970年,张绝,宁敏然与方正一起在台北市西门町七重天歌厅出道。 1979年,张绝又与张飞、宁敏然、凌峰、夏云飞合组温拿五鼠,活跃于秀场。 张绝曾在武夷山开农场赔了人民币2000多万元,不过开农场的经验,却开启他发明水质转换器的契机,后来还获得美国、新加坡及台湾专利认证。 他发明的水质转换器,曾获得2017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精品展华人经营发明奖。 据他自己透露,为了这个小小的奖状,他卖掉总价至少新台币6000万元的两栋房子,还说亏钱、卖房是很大负担,推广新观念才是艰辛工作的开始。 外界只知道张绝事业有成,还娶到了贤惠的老婆,但婚姻中的张绝,却屡次做出非常理智事。 曾经有记者接获爆料,巡线到某宾馆,发现张绝开车从停车场出来停在路边,他和戴眼镜,长发的女子在车上聊天。 过程中他说的口沫横飞,女方听得入神还带着笑语,谈了一个多小时,亲热吻别后,女子才下车,看起来很像是旧时,后查出该女姓陈。 事后曾有记者求证张绝,他却要记者上车,跟着说,我知道你们在跟踪我。 在看了记者拍的照片后,咬着烟斗神色镇定,还说这事情爆开来就离婚,会害了两家庭。 更是直接对记者坦言,哪个男人不会交几个女友? 不过公众人物要小心谨慎,倾向男人偷吃很正常但要会擦嘴。 随即表明自己是黑道,一叫就会来好几百个人,还嚣张道,你有笔,我有刀,如果抱倒了,会死很多人。 记者不拒问道,是想保护老婆小孩,还是陈小姐? 他激动地说,我摸着良心说,是保护你们。 据悉,张魁年轻时曾加入台湾的竹联邦,绰号小花豹。 后来他发现记者在录像,激动地当场就要举手打人,你不洗掉是不是,小心我打你。 他坚称和魁嫂结婚以来,从无婚外情,他和陈小姐认识多年,魁嫂并不知情。 两人是工作伙伴兼谈心好友,是彼此的精神支柱。 可是,两人从宾馆出来,又在车上玩亲亲,关系明显超有益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面对外遇事件,杨佩琪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丈夫。 在记者会上,张魁的妻子杨佩琪曾表示, 我觉得,对不起社会大众,浪费大家时间,对不起。 还强调,我相信我先生没有。 记者追问魁嫂你是在什么时候,原谅魁哥的? 妻子杨佩琪回答道,因为她根本没有做,无所谓原不原谅啊,她不会做这种事。 我只是觉得说,又有谁要害她,我会这样想,因为我认识她这么多年,她根本不像外界所看到的这样,其实她是一个很腼腆的人,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 短短三十分钟记者会,杨佩琪始终挽着张魁,紧握她的手,安抚情绪,还将头靠在她的肩上。 妻子还补充说,她朋友很多,其实我现在也不记得,到底是谁是哪一个? 一切的举动,就是怕丈夫太激动,失了空。 结婚十九周年的这一天,杨佩琪最后选择和丈夫共度难关。 不过,曾经有杨佩琪的友人对记者透露,魁嫂早知她有外遇,甚至有过多次抓包,还称除陈女外,还有一名酒店女,两人甚至曾为此大吵过。 但这仅仅是有人的一面之言,并未被证实。 后来杨佩琪陪张魁上台湾综艺节目的时候,主持人还爆出撞见张魁写女扮上杨明山的事情,但她表示,都说了,我不会在意。 但又说我真的很痛苦。 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,一度让外界捉摸不透杨佩琪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其实关于张魁的妻子杨佩琪,外界一直对她少有报道, 如果不是因为张魁偷星的事情,杨佩琪甚至都不会出现在台前,但其背景比之张魁却不遑多让。 杨佩琪的娘家是开中药铺的,而杨佩琪之前制作的清洗剧家有杂货店。 剧中的杂货店原型就是娘家的中药铺。 说到他们俩的感情,就是现实版的千金小姐道追偶像天王。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杨佩琪,当年在电视上看到张魁便对她一见钟情,后来道追成功,结婚之后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。 只要张魁有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,杨佩琪都会想办法拿出钱来资助,难怪女儿娃娃觉得爸爸就像被宠坏的小孩。 也因为魁嫂凡事亲力亲为的个性,让她在有夹杂货店开拍前夕,就累出病来,引发小中风。 到医院挂急诊,血压还一度飙升到217,一度让医院出动8名医护人员紧急救治,让大家吓了一大跳。 自认有白袍恐惧症的杨佩琪,从小到大不爱看医生,连看牙,打针都会抖到不行。 回忆发病的那一场遭遇,自己因为熬夜追剧,加上鞭吃起私当领嘴,隔天睡午觉起床后感觉嘴边,手指发麻。 原本晚餐和张魁即有人有约,但因走路歪斜,有人一看,惊觉不对劲,紧张询问,魁嫂你身体不舒服吗? 三总在旁边要不要去检查?之后张魁才赶紧带她到医院,一凉血压发现飙到217,让医师非常紧张。 立刻安排脑部断层等一系列检查,不过因为没症状,杨佩琪心里本不以为一我很健康,为什么要住院?医院这样就要赚钱吗? 住院期间,医师每小时都会到病房关心病情,频繁地查房,让头痛欲裂的杨佩琪难以入睡,心情不佳。 隔天原想和主治医师表达出院想法,没想到反遭医师臭骂一顿,后来她表示,医生对她说,很多脑梗塞病人初期看似正常,出院后隔两天送回来却已经没救了。 这才让杨佩琪惊觉原来这么严重。 对于老公的关爱,虽然嘴上没说,但感谢老公和朋友,警觉带她看医生,女儿全程陪伴在旁。 歌手儿子张风琪担心妈妈之余,也纷纷跑去全身健康检查。 出院后,还有一段时间需要透过吃血压药控制病情,杨佩琪乐观开玩笑。 我朋友打来第一句话,问我嘴歪掉没,歪了之后就不会再骂人了。 谭笑间也到进鬼门关前走一遭的新潮起伏。 可能张魁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,所以这些年来,关于她的各种负面新闻从来没断过。 而她被爆出来的那些事情,到底是真是假,却从未有媒体能明确证实。 或许张魁并非媒体报道的那种形象,但外界无法得知了。 只希望如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张魁,能和妻子安稳度过余生,不要再生出不良事端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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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